戰爭戰爭 戰爭戰爭 禍害台灣 禍害台灣 兩岸一中 兩岸一中 台海和平 台海和平 不管是美國對台軍售 還是美台之間的任何的軍事合作 都不會給台灣帶來任何的安全 或者是繁榮 他們只會把台灣捲入到戰火 只會毀台 害台 我們非常的遺憾 也非常痛憤 就是台灣有一個主張台獨的政府 它是出賣人民 甘願 抱著美國大腿 顧台灣人民社會的安危 所以可以這麼講 它是隱囊入室 軍火商是來幹嘛的呢 其實就是美國要台灣用自己的錢 把自己變成軍火庫 軍火商就是拿這個理由 說我來幫你填滿軍火庫的 所以是來撈錢的 但對台灣來講 就是在製造一場危機 錢沒了 然後安全跟穩定也沒了 台北的房子為什麼那麼破爛 台北的交通設施為什麼那麼破舊 馬路坑坑洞洞 基礎設施成就破爛不堪 那如果 蔡英文上台的六七年間 這個200多億美金的錢 拿來改善台灣的基礎建設 同時大幅的減稅 讓人民減輕負擔 不需要買軍火了 把這些錢用在民生用途 不是很好嗎 幻影 有紀憶 人